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7月31日 日本适应纽西兰南澳族 周六下午,奥运男子足球办准决赛正式开战 其中一场是东道主日本南澳族对阵纽西兰南澳族 日本南澳族坐拥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而且彼此近况上还占有优势 金扑杀入四强问题不大 从奥运一开始,作为东道主的日本南澳族就谋足干劲 先是一球小胜南非南澳族 再是击败墨西哥南澳族 再是上仗的四球血洗法国南澳族 以强势的三连胜杀入淘汰赛 在这期间所欲的对手实力并不弱 墨西哥南澳族在北美地区拥有一定的硬实力 而法国南澳族自然不用多说 人才紧喷的,他们向来都是各项大赛的冠军热门 可即便这样,依旧成为东道主的刀下魂 足见日本南澳族的实力之强 说到日本足球,就不得不提极限效力于黄马的九宝剑英 此子凭借出色的天资和后天的努力 如今已在欧洲赛场站稳脚跟 近三仗,他都有入球进仗,是球队的最强大腿 日本南澳族坐拥天时地利人和三项优势 金扑击杀对手成功杀入准决赛问题应该不大 纽西兰南澳族杀入到淘泰赛完全是借助于运气好 而且还是两次 第一次运气来自于分组运气 球队,与南韩南澳族,罗马尼亚南澳族和洪都拉斯南澳族同除B组 看看的组,再看看C组和D组 这三组整体实力远在本组之上 第二次运气则是赛过的优势 除了首战凭借基斯活特一键定 江山击败南韩南澳族算是超常发挥之外 其余二仗,毫无亮点可言 分别是2比3输波,以及0比0握手言和 最终与罗马尼亚南澳族同计3分 却凭借的施球差艰难从分组中晋级 此番面对超凡竞争力的日本南澳族 纽西兰南澳族理应会提前结束旅程 感谢你的收听 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是给我们的支持越鼓励 还有分享给好友给我们更多动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